怎麼會往這一邊 黑色轎車緩緩開出停車場 沒想到下一秒卻突然暴衝 管理員差點受到波及 趕緊跳開 但引擎還不斷空轉 接著突然倒車大失控 又轉回停車場 駕駛試圖控制車輛卻失敗 最後又衝撞店面 車輛卡在裡面 冒出陣陣白煙 現場一片狼藉 早上七點的時候 包括被撞到破裂變形 不只路邊機車 就連停車場內住戶轎車 也被撞到一位 車主一早看到愛車變成這樣 真的好心疼 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怎麼冒煙 還不停止就一直彎彎彎 又開很快又進來 誇張車禍就發生在八號 早上七點多 台北市中梢東路四段 216項 詹欣婦人當時準備要開車外出 但怎麼會發生意外 還釀成三度衝撞 今天不知道犯什麼 犯什麼 犯什麼那個才那個 我開車沒有出過市 那個煞車 那以後我們當煞車 根據資料顯示 雙北去年共發生十二萬七千多件 車禍意外 其中七十五歲以上高齡駕駛 涉及的車禍件數 高達四千六百多件 佔整體百分之三十六 而交通部也在一百零六年開始 強制規定 七十五歲以上高齡駕駛 每三年必須換發汽機車駕照 而且還得過三關 包含基礎問答 圖像測驗以及繪製圖形 通過測驗才能完成換照 幸好整齊意外沒有人員受傷 乍是也將汗受害車主商量賠償事宜 只是一大早發生連狀意外 讓附近鄰居飽受驚嚇 今週陽性王晨逸採訪報導